看到四組發動機車騎在路上 狗狗立刻跳上車 這個舉動看似平凡 不看在外國人眼裡 可是覺得相當特別 還在網路上發文討論 一隻柴犬站在機車踏墊上 微微閉眼 彷彿很享受兜風的感覺 派駐亞洲的一名英國記者 近日在推特PO出一張狗狗 站在機車踏墊上的畫面 驚訝的直呼 難道臺灣的狗狗 狗狗也要接受機車訓練嗎 因為我們的國家太冷 我們沒有很多車 像這裡 這樣的場景 臺灣人覺得司空見慣 其實還有更厲害的 只有網友直擊 一台機車後座上載的不是人 而是一隻小型犬 狗狗超級淡定 完全能保持平衡 甚至還有進階版 幫忙能提珍珠奶茶 這樣的場景 臺灣人覺得司空見慣 但其實還有更厲害的 毫不費垂灰之力 對外國人驚訝 臺灣狗狗的神技 到底是怎麼來的 狗也沒有經過訓練 可是當主人坐上去之後 很奇怪的狗自然而然就跳上去 就這樣 不過其實要讓狗狗跟著起車兜風 都需要繫上狗鏈或是裝在籠子裡 而且法律也有規定 踏墊放置的東西 高度不能超過駕駛人的肩膀 寬度也不能超過機車把手外圓的十公分 否則的話 可能會被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開罰三百到六百元的罰款 臺灣人的生活日常 在國外意外引起討論 三新聞旅園拉一軒 花蓮採訪報導 好